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你好我是好时健身房健康管理师凯西 你以为肠道不健康只有便秘和脏气而已吗 登登大错特错哦 其实我们的肠道健康啊 它除了消化和吸收之外 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呢 如果肠道的免疫城墙破洞的话 除了会让我们容易生病之外 也会增加过敏和自体免疫疾病的几率 另外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容易疲劳 忧郁 焦虑 紧张 或者是容易易怒 健忘呢 偷偷告诉你 我们的情绪 睡眠 大脑的排毒 也跟肠道健康有关哦 还有还有 你会不会觉得 明明很努力少吃多懂了 却还是减重困难呢 其实当肠道不健康 身体开始毒素堆积 身体慢性发炎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的减脂变得难上加难 凯西这次推出一系列的 健康幸福学 肠道好健康课程 我们会从基础的消化道介绍 为什么会消化不良 便秘该怎么办 或者是益生菌和肠道健康的关系 进阶还会再聊一聊的是 关于肠道和免疫系统 到底肠道的免疫陈墙是什么呢 什么是肠漏症 什么又是食物不耐呢 那常见的毒素有哪些 又该如何排除毒素 打造异兽好体质呢 另外啊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 诶你脑袋有动吗 其实这可不是玩笑话哦 我们第三个部分 就会来聊一聊的是 关于脑肠轴 从肠漏症还有脑漏 来看一看 关于失智症 情绪的波动 负向情绪等等 以及睡眠的关系 最后我们在前面 聊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 我们就要来看看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执行 所以我们会分享的是 关于肠道修复的五二技巧 以及正面饮食和肠道的按摩 怎么样一起可以建构 健康的肠道和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也想要更健康 更愉快 更幸福 欢迎跟凯西一起 照顾好我们的肠道 换回轻松平衡的自己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